大家好,歡迎來到《軍公開密》 我今天一節有和陳博士一起分享科學的資訊 其中今天介紹一個挺有趣的現象 來自烏克蘭發展一個系統 如何攔截一些低成本製作的無人機 這件事真是成功到連美國的陸軍、太空和飛彈防禦司令部 都說真的要去到美國這邊去做 這件事看來連美國的軍方看中了 都覺得烏克蘭做得十分之好 這次究竟這個系統 將一個很廉價的升學的感測器系統 遍佈在烏克蘭幾千個地方 然後進行有效的檢測和追蹤 最後將俄羅斯引以為傲的無人機戰術逐個擊破 那個擊中率甚至乎高達百分之九十幾 究竟成功之處在哪裏呢? 而整件事的原理是怎樣的呢? 今天我們和陳博士一起將這件事揭秘了 到開始的時間大家記得免費訂閱我們的頻道 包括科學新資和軍會棄然 也記得免費訂閱我們 陳博士 你好 Larry 你好 大家好 陳博士 我們都一起探討一下這個系統 其實都挺有趣 因為大家都清楚烏克蘭在整個戰爭裏面 都受到俄羅斯不停的空襲 包括無人機的空襲都是相當厲害的 而這些 Low-tech 也都某程度上俄羅斯 是想利用大量廉價的無人機 去探討了烏克蘭的火藝統 令到西方最後沒有辦法支持烏克蘭 最後烏克蘭要自己投降 其實它的野心就很清晰了 烏克蘭如何去抵抗這次這個洪流呢? 它的系統的深思在哪裏呢? 陳博士 我看了這個消息 我覺得這麼聰明 就是因為一個戰爭裏面的磨練應運 而新想到一個新的發明 來去減低那個偵測的成本 當然了 事源的背景 大家可能都會知道 就是在那個俄羅斯戰爭那裡來講 俄羅斯經常有很多的飛彈射過來 當然是歐美世界也都有它的防空系統的支援在那裡 但是都知道的 這些東西是很貴的 還有就是 雖然很精準 很漂亮 很攔截到 但是整個系統擺下來是很貴的 所以如果俄羅斯去看穿了這件事 就是它想和烏克蘭加起來 整個西方打一場消耗戰 它就很聰明 就會想一些很便宜 很便宜的方法 其中有一個 我們都聽了很久的就是 就是用一種 飛行速度非常慢 成本也都很低 而且是由伊朗製造的一種 好像一架 看上去的形狀非常像一架用手摺的紙飛機 實際上它的大小應該都好像一張桌子一樣大 一個這樣的無人光炸機 那個名字你記不記得是叫什麼呢? 它的名字叫Sahid-131或者Sahid-136 是的 是的 甚至乎它的發射台 就是一個普通的架 接著就一隻隻好像紙飛機一樣飛出去的 它的那個速度都不快的 如果你說一般我們聽到會飛去轟炸別人的地方 那麼你聽到導彈那些東西 我們會預期去音速 超音速 或者就算低的音速都不會低很多 但是聽說這隻叫Sahid-131 就是慢到的地步都挺慢的 就是那個數字大約有多少 我自己都不記得了 它慢到是200公里每小時以內 大概180公里 就是有一點像一架波子這個跑車 在陸上走的速度 當然你會覺得很快 但是如果在空中這樣飛呢 就像波子那樣的速度 行進 是的 你不要忘記一架波音747 每小時900公里 但是現在這架這樣的無人機仔 是每小時只有200公里的 那架車都可以隨時開得快的 絕對比一級方程式慢的 但是它的盛載就是成本會很便宜 所以它結果就被俄羅斯大量去使用 但是都挺有趣的 通常你說這些有引擎 有摩打的東西 一定是有旋轉部分的話 都有聲音的 當然你說放在雷達上偵測 也都可以偵測到它在飛來的那個信號 但是問題就是 你怎樣可以用一個夠便宜的成本 在一個復原這麼廣的一個戰線上面 用很便宜的成本去準確地去偵測到它 然後令到你可以快速反應來擊下去呢 那就變成了烏克蘭去頓時要面對的問題 你如果每次都要拿那個外國軍門 最貴最漂亮的東西 來去打這些這麼便宜的無人機仔 如果說了錢的話 那隻Sahid是好像三萬元美金左右 一隻而已 其實就是 以軍事來說是很便宜的 那你每次都要找一支一百萬一支 那些反導彈的這些愛國者之類的東西 來去打它就很貴了 所以俄羅斯見到你拿一些貴的東西來打它 這麼便宜的東西 心裡面就非常開心 所以其實你就要想一下 有沒有一些很便宜的方法來去量度它 我看回烏克蘭內的消息 原來它的原理就很簡單 就是它講到一些叫acoustic sensor 其實用一個平民一點的字眼來講 其實就是一支咪 它用一支咪來聽一下有沒有東西在飛進來 但是當然就不是我們平時一般搬的咪 那你就要買一支漂亮一點的咪 然後基本上就是一個microphone 它放在一個特定的地方 來收集那道背景的聲音 我們都知道的 如果飛機飛過 那都有一個很大的聲音在那裡 那凡是有些轉動部分的引擎 你以一個快一點的速度飛過 你就算一輛車這樣開到很高速 你都會有一個引擎聲在那裡 它就放了9500個這樣的咪 就在整個前線 整個領土範圍那裡 它應該就可能在前線上放多些 後方就放少些 那它會根據那個戰術需要來定 然後就是你的咪 你要將它的信號收集下來分析 那它就將它駁回到手提電話裡 然後由手提電話把這些信號發送回去 來進一步分析 於是你就確認到 那樣的這些這麼慢速的無人機 是從哪裏飛來的 那真的可以由那個信號一路收到 然後慢慢就繪畫整條路線出來的 這個原理你可以想像一下 可能是牽涉到很簡單的三角幾號 你如果有一支飛彈在面前 或者在某一個角度畫過 那你收到它的聲音就會可能先是 比如在你面前飛過 先是小聲慢慢大聲 然後再變回小聲 是不是 然後呢 那個最大聲可以去到幾大聲呢 又好像似乎你和那個 正在飛那件的距離有多近 就是現場看賽車的原理是一樣的 所以你透過比較那個 就是聲音信號的大小 然後它那個高低 就是聲浪的變化 然後你再計算它那個 由它自己的位置 再比較周圍大約兩三個其它 這樣的麥克風 它給出來的數據 你其實就最後可以運算到 它出來的那個軌跡 就是那件東西是在向哪個方向 以一個什麽速度在飛 就是就可以有這樣的效果走出來 那問題就是說 那個當然會有誤差 但是就很視乎就是 你那件東西飛得夠不夠快 你那個誤差是不是都那麽大的時候 你那件東西飛得越快 它對於你那個 就是一件越快的 它的掌握能力就越差 就是如果那件東西飛得越快 你就越容易衝破到這種 就是那麽便宜的技術 但是因為這件東西本身 每小時只有百多二百公里 真的是一架車開快一點 就是跑車那麽快 所以對於它們運算來說 它雖然是一個這麽簡陋的系統 但是都可以給到一個足夠的精確度 來定到哪裏有東西飛進來 從而就叫地面去反應 聽說它們地面反應 是用一些很便宜的東西 來嘗試擊下去的 它用到什麽技術呢? 它用一些民兵最常用的 就是來後面有個 pickup truck 然後大家經常看到豐田的那些車 是美國人最常見的 後面就可以坐兩個人 然後它有一架支機槍就在那裡射 再好一點點呢 例如在夜間作戰 這裏可以大夜視鏡 再不是簡單一點 好像大家看編複合的 拿著探射燈 射上天就追著它來射 就是可以用傳統普通 怎樣打飛機的朋友 因為它飛得更慢 飛得更慢 就這樣找一個人 來找一些很便宜的方法射 變成了我覺得很奇妙 就是原先你俄羅斯 就打算用這三萬元的東西 來撐你一百萬的東西 結果那些一百萬東西 就收起來 就留回來打勁的 打那些俄羅斯的高超音速東西 接著你那些這麼便宜的 那些三萬元一發的東西 我就用那些幾百元的東西 來對付你 這樣就變成了 這件事我覺得是很奇妙的地方 我想美國都沒有想過就是說 這套東西會有用的 因為其實在實際的運算來講 你看到這個系統 理論上可以幫你測到 有什麼東西進來的方位是怎樣的 但是他們會認為 那個準成度不夠高 就是誤差大到一個地步沒有什麼用的 但是其實又正正是因為 今次這些這樣的 這些這些東西 是夠慢的 就變成了原來是有用的 所以這裡我想美國自己都 就是有些失去 它原來可以這樣用的 我再講這件事情 就是它的誤差可以從哪裡來呢 大家可以想一想 首先 你那個電話通訊 有時候 你去一些比較野外的 信號不好的地方 或者你去遠一點 有時候有time lag 就是你的電話說一說 然後你覺得要等一會兒 別人才聽到 然後又跟別人搭一聲 變成你的收發站 把信號轉搏的時候 那個中間的反應時間 是會有些不差在那裡 另外你自己本身 麥克風放在那個環境 那個環境是對於那些聲音 有多有利去傳送 那裡有關係 另外就是有些 可能真的影響到那些天氣 物理的因素 那你如果那個地方 不同的溫度 不同的氣壓 其實有少少影響了 那個地方的聲音傳播速度 所以這些就是那種環境 構成的誤差出來的 所以如果你的誤差最後 你是確認它的位置 你最後的位置 和方向的誤差 可能你是有10%的 那你本身那支東西太快的時候 你那10%的誤差 就令到你失去了 抓不到的 那現在具體上的誤差 那個實際參數我就不知道了 但是很明顯 就是用我們的common sense 你那套東西越差 你就需要越長的反應時間 來去找來去修正 但是對於一件這麼慢的來說 你再加上你的領土又上一帶 你就變成有一個足夠的反應時間 來去抓它 那所以為什麼它能夠做到 90%多的那個捕捉率呢 其實也很有賴於 那些Sahid本身夠慢 還有烏克蘭的領土 都還有很多在這裡 就是拜這件事所持的 就是變成它就算是有一點點不差 但是因為用錯的空間大 它還可以有很多時間 有一個反應時間在這裡 那這些東西 烏克蘭就用得挺好的 但是為什麼美軍會看中它呢 陳博士你覺得 如果美軍真的用這一套系統 那是不是又是好像烏克蘭那樣 去打一些低科技武器啊 低成本的東西啊 那它相對它的基地的防禦 又會做得好一些呢 我想這個呢 美國自己都很留意到 那種叫被低成本轟炸的那樣東西 就是譬如你可以想到 你某一個方向就是 如果不是這些Sahid的東西 會不會簡單到 很普通的螺旋掌那些 普通的drone呢 那些人純粹用 你在那些DJI都買到的那些呢 都會不會可以幫助到你去探測呢 那可能有人會問 那那些四個螺旋掌那些飛行器 他喜歡任意改變方向都可以的啊 那不要管啊 因為自從在這個俄烏戰爭裡面 很多的國家都看中了就是 一種叫做 就是有一點像用一個中國大陸的 term 一種麻雀戰的那種戰略 我可不可以審一堆很低成本的東西 就令到你那些很貴的系統去飽和了呢 那我覺得 美國它是絕對要擔心這件事的 所以它都很銳意去想一個很便宜的solution 那其中一個我們知道很便宜的 會是可以大大減低成本的solution 就是我們這排節目經常講的那些激光武器 是不是 那最後可能會不會便宜到 是可以幾十塊就射一槍就搞定那些東西啊 那些那些 那現在就積極地去想這堆那些東西 但是呢 如果 你 就是你用激光那些東西 你都要有一個 你每一發的成本不高 但是你要弄到那些東西出來的成本都高的 你也都不可以隨意在每一個地方 就擺一塊這樣的東西 就是你那個設置本身的硬件是貴的 你的運作成本未必很貴 但是現在這一套東西就是 正正就是可以在民間 藏在民間都可以用得到 就是你們哪個有好一點的麥克風 有一部電話 將你那個系統連上來 我們這個中央程度系統那裡 我們就可以一起全民去做偵測 就是可以想到就是那個用途 就是可以延展的變化延展得很遠 那你也可以嘗試將它的限制推到最盡 因為呢 你那個探測器越多 你能夠去類 就是那個控制的 誤測控制得越好 那所以 就是 這件事情就可以 就是可以想到一個就是說 如果你能夠將這件事情 就是這個烏克蘭自己發明的 這個這樣的 我會用電話加支麥克風的防空系統 是很有這個繼續發展 和再精進的空間在那裡 是啊 尤其是我想呢 如果美國它接下來 對一些反恐戰爭裡面的恐怖分子 就是他們很喜歡用一些 no-tech的對付你 就是用一些山寨的無人機 很低啊 很慢啊 或者可能一些火箭彈那些 其實我想那個detect來講呢 就會比較好 但是當然你說有些國家呢 例如 會不會反過來用的時候 會相對難呢? 例如我們講 以色列那樣 陳博士你覺得 相對的國家是有些難度的 用這些武器 那我可以參考烏克蘭的例子 它整個系統 就佈防在它自己的領土之內 它是有領土有上下的一個深度 那你那些外來物也要飛得夠長時間 還有你又夠稀疏 那些戰略目標沒有很集中在一個位置 沒有說很容易就被人 reach 到呢 那你才有足夠的反應時間 就是你以色列呢 其實就是 變成了它會不會選這套東西呢 我想就難一些了 或者它是不是都會弄一些在那裡 但是實際上發揮用途的呢 就是可能是一個輔助參考的作用 就是你見以色列它那套防空系統呢 很強調就是拒敵於這個領空之外的 基本上你都沒有來到我領空 我就已經要擊落你了 那全因就是因為它們的領土很小 沒有什麼深度在那裡 那所以呢 對於一些復原比較廣的一些國家呢 就更加有條件去搞這套這樣的系統 現在烏克蘭呢 你見到它就完全就是 跟俄羅斯接讓那邊 甚至乎跟白俄羅斯接讓那邊 就一定是圍住了整個倒轉了的獅子這樣的形狀 一直圍住了整個前線 然後當然在中間的地方 就可能擺梳一些 也都有一堆這樣的系統 就是有一堆這樣的探測儀器在那裡 那要繼續scale up上去就不難的 就便宜的 所以如果你的未來 它再有需要想做到再精確一些 那你就再扔多一些下去 那譬如它整個系統 現在set up 500萬美金 那就是等於5G那些外國者導彈的價錢 就可以做到一個這樣的效果 和你去將最後能夠將90%多的這些 伊朗無人機就攔截到 那就成本效益非常之大 所以在戰略上 你說令到俄羅斯想用一個低成本消耗戰的難度 又提高了 那這個就是 好看到這個俄古戰爭進入了消耗階段的時候 就有很多這樣的新發明 是啊 也都是十分之有效的 所以就連美國陸軍這邊 看到都覺得真的要拿來玩一下 試一下在全國或者全世界不同的基地裡面 就是放來使用一下 我相信都減輕了當地那個防禦的壓力 還有這個系統應該都還有很多發展的空間 如果接下來有些什麼進一步的消息 尤其是它和雷射系統一起的配合 我相信不敢說滴水不流 但是都真是高中低的武器 都有機會可以由外國者 雷射系統 和這一套 LOTECLOW野的一套系統 應該就要包抄得不錯 好 那我們這一節來到這裡 大家記得幫忙給like 以及免費訂閱 包括方學生姿 以及軍武器人的頻道 我們下一次的軍公開密 再和大家再見 拜拜 拜拜 拜拜